一提一提带着佩琴解答 大学学测考完其他同学生口气了 佩琴必须紧接着准备 大学生上生争事 就是她会自己去搜寻资料 我觉得这部分是还蛮可贵的 她自己会寻求一些 可是她不敢问 但是她透过另外一个方式 去找到她可以去寻求的资源 佩琴患有轻度脑性麻痹 成绩一直平平 因为家境清寒 一直很希望可以顺利上南部国立大学 这次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考上台大全班都替她高兴 在过年当其他同学都在玩乐的时候 都在放松的时候 因为学测已经结束了 可是她还在为了她的考试 还在努力当中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她自己也有付出许多的努力 佩琴的个性非常内向 还好同学主动关心 不要有人尽量的落下 就是大家都可以像家庭一样的 全部有融在一起 祝你姐姐要到很好的朋友 大家也都帮助我很多 然后去设公司帮助别人之类的 尽管对佩琴来说 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等着她 不过这里收到的爱 都会在她心里转化成力量 大爱是我们潘育珍 叶怡琳 评论